人生军场在退休之后重启新业 退役军人李素贞退休之后 开启了水墨化的延续生活 在习化十年之后 他决定举办人生第一次画展 以人生不设限粉末登场为主题 目前是在吉安的浩克艺术春展出 李素贞也希望前来观赏的民众 可以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充实的安排 让人生下半场同样精彩 李素贞原本是职业军人 在部队任职时认识了国画大师袁文棠 在103年退伍的时候 大师说你就来学画吧 他就一脚踏进了水墨的缤纷世界 而习化一开始他和妈妈的对话说 画个十年在50岁的时候 应该可以开一场个展 经过多年努力 李素贞的首次水墨画个展就此登场 因为当初学画的时候 我有跟妈妈讲说 我学画十年大概50岁可以办个个展 那刚好今年就是十年了 就时间刚好就是在老师说的 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用多想 事情自然会水到渠成 然后就刚好就这么 在各种姻缘聚会的那个场上下 就可以完成 主要我们这次是以山水为主 花鸟为辅 那山水的部分有一些是花莲的太鲁格景 也有花莲的松原也纳入来 那另外有一幅比较特别是我八月底 到蒙古旅游回来做了一个蒙古包 那是蒙古北边的库苏古乐湖的 那个晨曦的一个景致 大家可以欣赏 人生不设限粉末登场是李树珍退秀之后 人生的精彩创作 一开始从花鸟画入门 两年前开始尝试山水画 他的作品获得老师及朋友们的肯定 因此成就他人生第一场个展 而他画展的典长所得将全部捐给 荣民服务处作为荣民遗孤的照顾费用 因此不仅是一个艺术展览 也是一场生命创作的温馨 李树珍水墨画展展期直到11月29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 来餐馆欣赏 这里会吉安相报道